上次我们煮的腊肉已经风干了 今天我们就来取一块腊肉去做好吃的 今天就是这一块 半肥半肃的非常的安逸 今天的主料就是这块腊肉和青菜头 不喜欢吃的都可以不放 青菜头先把这个叶叶给它管下来 然后把皮去掉就可以了 用我们四川花喊这个叫菜老棍 全部削好皮后来切一下 把它切成条就可以了 这个杆杆也切成条 腊肉准备点热水把它清洗干净 因为我们这个是没有烟熏过的 所以本来就比较干净 只需要用热水洗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刮呀再煮啊之类的 清洗干净的腊肉直接把它切成片 这个厚度大约就是切过两毫米 也就是一圆跟碧的厚度 大家看看这个腊肉应该一些生的 都是这样子的 如果煮了之后就透明的 来切一点葱姜蒜切成片就可以了 这个菜的小料也非常的简单 锅里下入一点点植物油 这里就不要用菜籽油了 如果用菜籽油的话味道比较大 会压住腊肉的那个香味 然后下入切好的腊肉 先用小火给它扁炒一下 把腊肉里面的油脂扁炒出来 这样子吃起来才会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腊肉一下锅之后 立马就变成了透明的了 非常的漂亮 具体怎么制作腊肉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往期的视频 制作出这么高质量的透明腊肉 真的是太巴适了 炒香锅后下入姜葱蒜好几口干发酵 把青菜头也一起放进去 大火快速地把它炒匀 烹入一勺水 调味一点骨干酸辣 变糖 烧开过后我们给它转中火 先焖三分钟的时间 大家在焖的时候 记得要把锅盖盖起来焖 三分钟后我们揭开盖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水越焖越多 因为这个菜层里面还有非常多的水 看一下焖趴没有 还差一点点 再给它焖过一分把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这个菜层已经焖来差不多了 我看看趴没有 已经趴了 尝一下 盐味刚刚好 非常的不错 关火出锅就可以了 一般有这个腊肉的菜 我们都不用放盐的 如果再放盐的话 会挂寒的 看起来就非常能安逸下饭 非常好吃的一道菜腿 烧腊肉就做好了 这样腊肉吃起来香不油腻 菜腿吃起来也是非常的宣美 喜欢的记得收藏 有些时候是找告一哈 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够 最后我还还剩我来给大家赏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 先吃过菜腿 有点好吃 再吃过腊肉 腊肉吃起来也是非常的香 但是腊肉有一个缺陷 就是皮有点嫩 下次我们在做的时候会提前把皮泡一下 或者提前把腊肉蒸一下来炒 这样子的话口感可能会好一点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撒过了 这道下方菜大家都学废了吗 我是想念咱们下期再见拜拜